如果你都喜歡瘦身的餐單健康的飲食 就訂閱我們啦 小米和花花廚房開著啦 洋蔥豬柳配葫蘆瓜 材料有這些 晚上我們準備好食材 蒜頭將它剁蓉 洋蔥切絲 接著就輪到醃肉 醃肉的時候先將醃料調好 試一試味先將我們的肉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確保你醃的肉的味道是很適合你的 薑片把它放進醃料裡 而豬肉我們把肥的切了 還有剁一剁它令肉更鬆更入味 醃好了就可以放進雪櫃裡 早晨啦 開工啦 開火 將鍋加少許油 燒到它紅的時候先將豬柳放進去 就等它自己在這裡慢慢煎 你可以調中火的 葫蘆瓜可以切半條或者一條 切大約1.5cm 方便待會煮熟 這個時候豬肉應該煎得差不多了 我們翻一下它 把昨天切好的洋蔥放進去 把昨天切好的洋蔥放進去 轉中火慢慢炒香 炒到大概這樣 就可以把醃肉的醬汁 加5殼的水放進去 煮至醬汁乾淨 我們把豬肉鮮起 放在砂糖上 放在砂糖上 等下切 洋蔥 我們就可以放進化粒裡 洗鍋 我們就準備下油下蒜蓉 煮我們的胡蘿瓜 下鍋後煮大約30秒 就可以加一點水 就可以蓋上蓋 蓋上蓋子 蓋上蓋子 蓋上最小火 焗大約15秒 這個時候我們就切豬肉 把它切片 等我們下午吃的時候 比較方便些 準備好了 就裝飯盒了 紅米飯 胡蘿瓜 豬肉 就可以吃了 放在泡沫 三個月 就算了 應該要是 你不想吃到 你不想吃 就算了